要他工作兇起 不用退休, 也可以環遊世界 一種利用途是能夠去不同的地方 從事實際上要報告 尤其是身體的方式 我可以賺香港的收入 去一些生活指數比較低的地方生活 基本上我都不太看待價錢的生活 數碼游牧預計10年左右 會增加到10億人口 如何改變全球就業市場 我們不管在哪個地區、哪個國家 能力是適合的, 我們都會優先考慮 遊戲規則已經改變了 數碼游牧其實可以將我們人財富 擴大全世界 歡迎收看新聞透視 以前說游牧是逐水草移居 隨著季節遷移 哪裏有水源和草就去哪裏 現在說數碼游牧 就是逐互聯網移居 哪裏上都網開工就去哪裏 就算打著同一份工 也可以去不同國家旅居 這次我們就去到近年 很受數碼游牧歡迎的墨西哥 一起體驗一下 這裏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是美洲人口第二多的城市 美國人Case 這天趁著好天 帶著狗Coco出來散步 感受一下墨西哥城的周末 這城市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也就是一個很放鬆的城市 我覺得在美國 人們好像在急著急 是一個不同的地方 我會感到比較緊張 我會感到比較緊張 我會感到很緊張 平日不時發掘不同的咖啡店 一邊享受咖啡 一邊上網搖拒工作 不過不要以為他移民了去墨西哥 其實他是數碼游牧 這群游牧民族 公司和家已經不在同一個城市 甚至不在同一個國家 我常常工作在咖啡店 在拍攝影片 或者在作證書 或是一些描劃的項目 我喜歡咖啡店 因為它很激烈 因為有些人在享受 很棒 所以如果我需要集中 我可以把自己放在音樂 墨西哥城是其中一個 近年最受數碼游牧歡迎的地方 這裡的生活成本 比美國低五至六成 不過Chase說對他來說 更加重要的是 可以平衡工作和生活 可能要離開 從要求報告到一個地方 或一個人 每次都要報告 尤其是在身上 我選擇工作 可能比較貴重 所以我能夠有更創立的自由 我只是想平衡 那是為何我喜歡來咖啡店 我並不喜歡去工作室 因為感覺到大家都在做一樣的事 香港人Chiffy從事市場工作 兩年前疫情期間 他辭了一份正職 一邊旅行 一邊搖拐幫香港客戶工作 我要一個deluxe study 雖然這兩年 他大部分時間都在不同地方旅居 不過他之前一直繼續交租 保留香港家屋 這個月他特意回香港 正正是準備正式退租 下定決心做數碼游牧 接下來會去泰國清邁生活一段時間 大家都很放鬆 很慢 很放鬆 所以那個空間比較大 即那些咖啡店 可能在香港我去咖啡店工作 不是每間咖啡店 我這樣坐一會 其實清邁那些咖啡店 可以很慢慢地去工作 覺得悶 我就可以看看有否便宜票 去哪個地方 或者可以因應不同地方的天氣 我就想明天下見 找個沒那麼熱的地方生活 這裡超漂亮 好像仙境一樣 過去這兩三年 TV已經去了二十多個國家 試過一邊工作 一邊是德國探索古城 又或者在日本看著富士山露營 不少人都覺得要過這樣的生活 需要花很多錢 不過TV說 她這幾年存的錢 還多於以前 我可以賺香港的收入 去一些價錢比較便宜 生活指數比較低的地方生活 基本上我都不是很看價錢生活的 我之前是清邁住 我租一些condo 都是有了會所 有泳池的 香港的話 其實兩萬多元一個單位 是一定要的 但那邊其實四、五千元就已經夠 香港是六十元一杯咖啡 那邊是六十匹一杯咖啡 變相是 四、四、除四 所有東西都是 新冠疫情 令到搖拒工作成為新常態 有美國科技公司估計 現在全球數碼遊牧 已經有成四千萬人 是疫情前的四倍 當中有大概七成是Y世代和Z世代 即是1980年打後出生的人 可能是我的父母和我 别人 法国人Marian受雇于一间法国公司 两年前她来到墨西哥城旅居 在这里摇距回法国份工 她来到墨西哥城之后 一直都住在这个共居空间 我让自己在最少一月 我们的居住在其他地方 感觉到居住的感觉 也认为其他人们的合遇 有很多人在设计的人 我们也讨论一些工作室 或是私人的工作室 我们也讨论到修室或是何一个活动 这是有趣的 我们在美国的家庭是家庭 拍摄的这一天 他在这里执行李 准备去西班牙旅行 原来当地政府几年前 推出了针对数码游牧的 临时居民签证 被他们居留最多四年 期间还可以自由出入境 去不同的国家 所以Marian现在 已经将墨西哥当作基地 墨西哥城的市中心 有不少专为数码游牧而设的 共居空间 像这间 房租平均每晚$200港元 很多设施都是专门为数码游牧设计 这是一个厨房 我们也有很多外套 所以人们可以工作 坐在岸上 因为我们看到 人们喜欢工作 可能是在其他人烹饪 或在准备饭 除了有共享厨房 这里还有客厅 电视房 工作室 天台 花园等等 不同公共空间 Anna说 留意到新冠疫情之后 数码游牧的住宿需求大增 为当地住宿和餐饮业等等 带来可观的收入 Mexico city has been one of their preferred destinations because of its culture and the cost of living They go to the local market they go to the local cafe shop the local panaderia baker shop they do bring more money to the city to the local small business in the neighborhood 单计2021年 数码游牧就为墨西哥城带来39亿比索 即是召合大概14亿港元的经济效益 占当地旅游收入总额15%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we'll have more people that are getting their income from anywhere but there is spending here in Mexico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very good a ver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ocal economy I think for the local companies providing services, providing food They are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se people that is coming right now 现在全球已经有六十几个国家 推出数码游牧签证抢人材 泰国今年推出针对数码游牧的签证 每次可以逗留180天 有效期是五年 日本同样在今年推出数码游牧签证 合资格的人还可以带来家人同行 有大学研究更加估计 全球数码游牧在2035年将会达到10亿人口 Victor认为 政府甚至应该考虑 推出政策吸引特定类型的数码游牧 I will say just an example people who is working right now on big data or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ause they will have some impact around the city and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and maybe will they start interactive with companies here in Mexico providing these services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ood for them and also for the country and more than the country 都在想方法争夺这帮人才 香港对数码游牧又有没有吸引力呢 我们下一节再看 越来越多公司容许员工 旅居其他城市或者国家 遥距上网上班 当数码游牧开始普及 有人力资源平台 今年就公布100个最适合遥距工作的城市 香港就榜上无名 究竟我们准备好迎接这个新时代没有 瑞士人Christian是数码游牧 今年7月来到香港 以往旅居其他城市 他都喜欢住在共居空间 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不过今次来到香港 他就发现没有什么选择 最后由香港人朋友Christy 帮忙找到这间每晚650元 一眼望着的酒店房 这只有一些是共同工作室 有机会认识 找到旅游客或旅游客 是很难的 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旅游客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很高的 我平常会住在更多的地方 不止住宿贵 在Christian的眼中 香港每个都贵 连一杯咖啡都要几十元 还要有很多限制 Christy本身都是数码游牧 她说在香港 想像旅居外地一样 随时找一间咖啡店坐下工作 都不容易 多数都有限时 因为始终租金比较贵 他们都要上桌的次数 所以我们都会明白 或者多数我们会 会保持购买东西 去光顾它 可能三十几元 四十几元 一杯咖啡 都还可以允许得起 但是如果你说 他每一天 可能说我们还要叫个午餐 可能二百元 那就会真的有点大压力 吃完饭 他们去西九文化区行下 Christian说 本身是因为觉得 香港文化独特吸引 所以特意来香港住下 我认为香港 那是为了 它一直在我的标准 如果我看了 像巨大街 全世界 香港一定是在那里 我一直在那里 我一直在想看 我自己看 如果我们看这个 灵灵灵 它不是什么 你每天看 而且是有趣的地方 在西方遇到西方 所以是有平衡的 是一种平衡的 是一种不同的中国文化 但只来了几天 令他感受更大的 是香港的生活指数有多高 最后Question决定 只在香港停留一个星期 我觉得最大的缺乏 就是这种货币的货币 所以在这里的货币 这种货币的货币 就让它很难 在这里留一个长时间 所以你必须要有很强的 因此你必须要在这里 即使是在这种文化 不认为这种文化 不认为这种文化 我认为这种文化 你来到这种文化 就像是一种旅客 你来到这里 然后你去到最后的地方 本身在美国矽谷工作的美籍华人Emily 两年前去新加坡旅居 她常常拍片分享做数码游牧的提示 一般的提示我给人来自外国 来自科技术 我常常告诉他们 来自科技术的各种科技 在这里的科技术 以前如果有人边旅行边上班 可能会被人觉得他们贪玩 不过去年有招聘公司就统计 单计美国 已经有1730万人 去了其他国家做数码游牧 其中超过一半人有学试学历 反映数码游牧里面 反而更多是高技术人才 Emily说 以她自己从事的科技行业为例 也有不少人做数码游牧 如果我们谈谈技术 特别是为何会参与 我认为这些科技公司 这些科技公司 这些科技公司 会自然攻击全球技术的资源 这些资源的资源 在其他国家 拥有不同的市场 尤其是我们是商业或是商业 在这些科技公司 这些国家非常相似的人 在这些社区的社区 这些社区的社区 也很相似 不过Emily说 新加坡的生活成本 始终是比较高 苏玛游牧未必会留很久 所以我认为这些科技公司 是很高的 而且有很多东西 例如温暖的风格 还有生活货币 我认为我的目标是 我可以参加 参加各个国家每年 你的家的国家 并不必须在生活中的家庭 现在香港没有针对数码 游牧的签证 不过现届政府推出 多项抢人财计划 主要都是聚焦吸引人财 来香港就业 不过有人力资源管理学者 就认为 本港的生活成本高 对海外人财 始终不够吸引 第一个 大家想到的就是 香港很贵 成本高 是否可以吸引到 这些数码游牧来香港 他们会想的就是 我要住宿 我要吃 相比去泰国、清迈 或者去其他地方 是否成本会高一点 这个用成本来比较 我觉得香港不会很短期 可以达到这个指标 虽然香港未必保持到数码游牧 不过林敬申就说 这个新趋势 仍然是香港抢人财的关键 我们是困住了我们的一个胡同里面 我们就说 有很多东西 走不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那个人不可以不上班 我们要抢人财 未来的人财 比如新科技的发展 药物的研发 他们可能 都已经是一个数码游牧的人 亦是他向往的就是 我工作和私人生活的平衡 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 我们曾经访问过香港创科公司老板 罗耀宗·Hilton 当时香港面对人财流失 他请人也特别难 很多新的机遇 但我们有机遇没有人做 就变成拆身而过 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不够人 其实这个真的很可惜 两年过了 Hilton终于搬到救兵 你在学科区中心里? 我在咖啡店 在咖啡店中心里有一个公司的办公室 好,我明白 看起来很经典 不过这群救兵 很多都不在香港住 而是在世界各地旅居 Hilton不时都在网上 跟他们开会沟通 好的,很好 你还在那里 还是要回家吗? 我这里有几位同事 有两位在新有国 另一位在马来西亚 我想基本上我们做的事 大部份都是有网络可以搞定 而且在工具上 它有镜头 可以分享我们的画面 变成在交流上已经很互动了 根据今年彭博的调查 超过一半香港售访打工仔说 如果公司要求他们 天天回办公室 就会要求加薪金 或者考虑转工 Hilton现在还有员工 住在英国和越南 他说这两年 公司已经改变了请人的策略 在疫情下令到我们认真面对 同时也引证了 在业务上 我们真的不需要 局限在哪里工作 我们需要面对面去做这件事 我们不理他在哪个地区 哪个国家 我不理他时差有多少 总之他本身的经验 或者能力是适合的 我们都会优先考虑 这把数码游目 还可以帮公司在世界各地见客 连时差都成为他们的优势 有些同事在香港的时间 那天完成了工作 晚上就有同事 可能在另一个有时差的地区 去完成了下一步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反过来 就可能还有弹性 是过程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反而就是如果出来的结果 是达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要求目的 其实我觉得是绝对没问题的 本港劳动人口在过去五年 减少了大概16万 面对人财流失 林敬申说 这帮数码游目 或者是香港未来抢人财的方向 流气阔质已经改变了 也都继续去改变 我们如果要人财 我们不是要人财 朝九晚六 在办公室里工作 我们要人财 他要有新的创意 因为这个数码游目 其实可以将我们的人财富 扩大去全世界 随着科技发展 除了数码游目 预计还会衍生更多不同的工作模式 上工的定义 相信会继续改写 今集新闻透视 讲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